第29题关于溶解度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所有固体在高温时对水的溶解度较大 这个是错的 我们一般而言固体是温度越高溶的越多 但是有例外上课提过氢氧化钙是例外 所以选项A是错的 B温度会影响气体对水的溶解度 压力则不影响 这也是错的 上课提过了对气体而言 是低温跟高压的时候溶解度较高 所以选项B是错的 C对水溶解度的表示 通常以S克在多100克的水来表达 这个是对的 这是上课老师教过的溶解度的表示法 珠增加水量可使物质对水的溶解度提高 增加水量可以使我们溶解更多的东西 但是呢它的溶解度比例并不会改变 所以选项珠是错的 所以29题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选的答案是C 对水溶解度的表示 通常是以S克除以100克水来表达 对水溶解度的表示 谢谢观看